刚开始学花艺的时候 我是接触德式花艺 然后你知道德国人非常严谨 不夸张 我只考数学12分 我没有想过我选择花艺从业以后 我还要算数学 它的花术是必须要按照黄金比例 去量比例尺的 所以其实他们就是会透过一套 非常严谨的系统 让你进入到你的思维里面 你可以照着这个东西去做花 法国人不是 他觉得漂亮就好 来删下去 我说老师下面叶子没关系 漂亮最重要 漂亮最重要 他们很自由 然后他们活在当下 我当下享受的这个植物跟花卉 带给我的美好 胜过于他明天长什么样子 跟你讲法国人是不包水袋的 真的吗 他们马上就回家 然后装在花瓶里 他们也不包什么包装纸 就是都是很自然的 用一个棉麻麻布 甚至是报纸 他就让你把周树花给带回家了 哈喽 这个周末你要干嘛呢 周末就是享受自己的时光 那L一起陪你 就是度过这个好周末 一起共享L Weekend 哈喽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Aphra 然后我们很欢迎今天的 法式生活观察家 爱玲 哈喽 阿发大家好 你们好 我们今天介绍正式的主题花一之前 现在聊为什么会做L Weekend 这样子的一个特别企划好了 对我也想知道 对因为就是L其实本身是一个就是 留着法国血统的一本杂志 他是一个法国人 然后他的名字也是一个法文 就是女生L的 就是女生的他 就是L的意思 我们会利用八个不同的主题 来跟大家聊说 L Weekend这个周末你可以干吗 他有点像是一个你的周末提案的概念 所以今天很高兴就是能够找到这位花艺达人 一起来 不敢不敢 小小人 什么小人 小职人 小职人 对就想说因为你自己也曾经去过法国 然后我记得上去年 你也在就是法国去做就是花艺的进修嘛 所以就想说来进行聊聊看 就是在法国进修的一些生活的体验啊 然后还有你看到什么样觉得有趣和冲击的事情 因为我在刚开始学花艺的时候 我是接触德式花艺 然后你知道德国人非常严谨 对 他们做事情是一板一眼 对待植物 非常的尊敬 一花一叶修剪各式各样的过程 他不会说这样几厘米怎样 他都会很讲究吧 不夸张 我只考数学12分 大家还有只考吗 我没有想过我选择花艺从业以后 我还要算数学 我第一次考那个德国的花艺的那个做那个花束 他的花束是必须要按照黄金比例去量比例尺的 所以你要拿着尺 然后这样子量每一个花花草草 没错 老师真的发卷尺给我们 然后叫我们要把那个1比1.6的黄金比例给准确的安排进去 可是我必须说是有好处的 因为像现在我已经熟能生巧了嘛 他直入在你大脑里了嘛 就是你现在马上知道这个完美比例 没错 所以其实他们就是会透过一套非常严谨的系统 让你进入到你的思维里面 你可以照着这个东西去作画 我觉得是好的啦 但是呢 学完得适的我就会对于法式的那种 随性 按随性啊没有关系的那种感觉非常向往 所以那时候我就到了法国 我是上了一个非常有名的老师 他叫做Kathleen Muller 对他现在也是自己经营自媒体经营的非常的好 然后因为他的教室就在那个杜乐利皇宫 杜乐利花园旁边 黄金地段耶 这什么完美的教室地点 然后过个马路 诶公园到了 然后他的那个教室的旁边就是那种人来人往的咖啡厅 就真的是第一区 巴黎第一区 黄金地段 对 所以他就是会非常浪漫的杂利树 超级大树 超级澎湃 然后就叫学生大家全部扛着 然后我们去杜乐利花园拍影片 很浪漫耶 超浪漫的啊 但我后来发现他上课的时间 好像比拍影片的时间 嗯 所以没想到一点点 大家就是需要一些影音的素材等等的 他有算自己进去 对 但就觉得哇 完全是不同的风格 然后对于巴黎人 法国人用花的这种随性的感觉 我今天就是要展现出来他的味道 我不管他今天真的 你必须要兼顾他的吸水性好不好啊 有没有足够的生长空间啊 嗯 完全是两码子水 但讲一个好了 就是比如说我们在抓花的时候 像德式花衣 他就会觉得你的花金花脚 一定要干干净净 我绑起来的那个绑绳跟胶带 不可以缠到任何一丁点的叶子 因为植物会被Squid 或挤压的感觉 或者是他因为这样 他会喷一些汁液 所以导致你的水不干净 你的花吸水的寿命就会被延长 嗯 法国人不是 他觉得漂亮就好 来塞下去 是是是 老师老师下面叶子没关系 懂 他就是漂亮最重要 漂亮最重要耶 所以我就觉得哇真的是有点颠覆自己的这种思维 可是我觉得这个对巴黎人来说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他们很自由 然后他们活在当下 没错 我当下享受的这个植物跟花卉带给我的美好 胜过于他明天长什么样子 应该说这个真的就是非常的一个很法式精神的 没错 我觉得这个真的跟文化的差异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他们的思想是完全不被限制住跟封闭住的 这也是我现在 因为我自己有一个四岁的小孩 所以我现在在教育他的时候 我也是希望可以发挥这颗小脑袋的无限潜能 所以就不想要去说很制约的去告诉他这件事情 应该要怎么做 而是问问他 你有没有什么想法 那我觉得在法国这个国家 他们的想法就是没有被局限的 老师甚至在教你的时候 他会说 OK 好 我今天告诉你的东西就是我告诉你的 但是你呈现出来的东西是你自己的 那你要怎么做 具体方向是什么 你可以要求我给你建议 但如果你没来找我 我不会去帮你改 因为对他来讲 这件事情没有所谓真的绝对的对与错 或是真的美或不美 因为这东西是很主观的 其实应该说你就是按照你的方式去 表现出你想表达的东西 对样态 因为花自己其实也有自己的样子 你也无法拦住他说 我今天想到你这么直或是这么弯等等 因为他有各种自己的 样貌出现 但我跟你说 因为他大部分的学生都是亚洲人 你知道我们就是弃而不舍的 那大家会不会就是非常的 那个整个冲击上 就是习惯性的不同 完全不一样 然后就会追着他 请他就是 务必给我们一些专业的建议 那他给了你们什么建议吗 我感觉老师就是真的很想出去拍影片 他想说 大家请自由发 好好自由发挥好吗 做你自己 其实我觉得他就是在帮大家开发自己 就是可能没想过的另外自由的一面 这样子 我也有去接触过另外一个法国的讲师 那他的说法是说 我今天传授给你的东西 里面可能有一些技法 有一些小技巧 是你可以就是把它挪去 吸收 吸收 来做你的作品 可是这些不 不管是我技巧 还是我传递出来的情感 传递出来的美感 到最后你要把它变成是你自己的情感 而不是我的情感 然后你把它copy进去 那你的东西你有你的情感 所以我对于你的情感 我没有什么好judge的 没办法教你啊 对不对 这是你的完全你的生活经验 或是各种的感受 因为有请爱玲就是特别针对法国的这个主题 没错 来和大家分享 为什么会就是特别选择这样子的 我还拿好了 好啊你拿 但有水要小心 没问题 跟你讲法国人是不包水袋的 真的吗 所以他马上就回家 然后装在花瓶里 他们也不包什么包装纸 就是我今天是一个捆一层而已 然后是稍微有点棉麻的 这个质感的包装纸 那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其实都是很自然的 用一个棉麻麻布或牛皮纸 甚至是报纸 他就让你把这束花给带回家了 那你回到家你就丢花瓶了 那他们其实路程都很短 因为都在家附近买 所以他们根本不需要包这个水袋 那因为台湾太热了啦 对玫瑰 气候还是不太一样 或是千鸟本来就不 不那个不友善 对啊 我今天就是用了玫瑰 然后用了千鸟 因为这个也都是在就是花园里面 法国王里面常出现的一个花 对但是它的品种不太一样 因为我用的是 厄瓜多的玫瑰 是切花比较常会被使用的 那我今天选的是非常浪漫 自由奔放的这个千鸟 那千鸟也是 对在花园里面 他们就很多飞燕啊 千鸟啊 就是像是就是 一只一只小鸟在天空飞舞这样子的感觉 所以就是做了这一束花这样 那提到在巴黎就是 学花艺啊 或是看这些花啊等等 还有生活体验 你觉得有什么让你是最冲击的事情吗 就是他们用花好像都不用钱一样 有这么夸张 在台湾 如 其实我这样讲好了啦 其实一个国家 每一个国家都有适合这个国家生长的植物 或者是邻近国家适合生长的植物 那你知道只要一经过舟车劳顿 鲜花的价格就会变得很高昂 因为他必须坐飞机 他必须进口 他必须耐过这些时间 对他的考验 然后你又要好好地保存他 让他吃水 让他保冰保冷这样 就他真的会比较娇贵 因为他就是搭飞机过来 他需要一些照顾等等 没错 对 可是像其实我们在台湾 你要火鹤啊 兰花 其实也都是 很便宜啊 都是很好 就能够去做出一个很澎湃的花束出来 那可是在法国 可能我们常用的花 在那边的单价是比较低的 比如说少药 牡丹 而且都非常大一树 非常大 因为气候各种的关系 对 然后那边又比较冷 维度比较高 然后进口的这些玫瑰 在那边就是属于比较便宜的 我常常都说 我每次去到巴黎 最冲击的事情就是 他们的超市里面都有卖少药 就是在台湾比较难 就是算是进口花材 比较难取得的这些花 在他们来讲 就是真的是日常生活的 对 一部分 像在台湾我的花店 已经算是每天进货出货 都有一定的数量了 但我还是不会每天在店里摆少药 因为能负担得起的人 真的比较少一些些 或是想要买他的人 真的比较少一些些 那我不会每天进货 我通常都是你 比如说 法尼跟我说 你要一个牡丹花 说牡丹棚花好了 那我在帮你预定 然后那一天为了你进货 那你用完我也没有其他的东西 可以卖给现场客人 懂 所以我的冲击就是 我去了超市 然后就看到 哇 好多小药 小药巴费的概念 在那里 小药巴费 然后一数就很像我们全联卖的 那个兰花一样的价格 就觉得 然后立刻买回家 对于就是他们在用花的习惯 或者说像是送花这件事情 你觉得在台湾和在巴黎 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最大的不一样就是 生活用花的部分 怎么说 在台湾啊 我的这个数据是五六年前的啦 我觉得现在疫情过后有好很多 在台湾 生活用花的比例大概不到 不到五趴 可是九十五趴都是婚伤喜庆 或者是 重要的送礼 重要节日 对 所以其实进到我们店里面的客人 很少就说 哦 我家里想摆花 我要买花给自己 通常都是 我有送礼的需求 或者是我要登记结婚了 都是有目的性的 可是你看像 好 我们不说巴黎好了 我们就说日本好了 你去个地铁 都能够看到有 花店 小花店 街边店的小花店 也非常非常的多 几乎每一个地铁站 尤其是大站 都一定会有 那巴黎根本不用说了 你过一个那个 过一个河 就 几乎过一个街口 就是一个花店 就又一间花店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的人就是 哎 顺手我就待一束 然后待一束 他的 他的那个花 他是不会特别的像 我们要包的这样 很澎湃的 没有 他就是顺手 裹个牛皮纸 回家 擦到花瓶里 所以其实这对我来说 就是他们的生活用花 花是真的进入到 他们的生活里的 然后真的进入到 他们的餐桌 进入到他们的床头 进入到他们的 生活空间里面 但台湾不是 但疫情过了 就是在疫情后 这段时间 我觉得是不是 大家对于花的需求 或是对于他 在生活中的想象 其实是也有不太一样的 像其实我们在疫情的时候 因为大部分人都关在办公室 关在家里 对 所以那个时候 特别多人开始买花 或种其官业植物 因为你太无聊了 你没有办法出去 就自己也会去做一些 这种绿手指相关的 对 比较疗愈 疗愈自己 或者是你至少醒来 在同样的空间里面 有另外一个生命陪伴你 所以其实在疫情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推了 那个粥花 每周送一束花到你家 这样子 那这个计划在当时 就是发展的蛮不错 然后我们那时候 也有推出就是 自己插花的那种花财包 对 可能就是 当然那时候 其实也有一件事情 是大家都不出门嘛 所以花农的那些花 你要知道花在 你农地里面 你是没有办法 阻止它生长的 它还是会继续 它还是会长 那长了以后 我们还是要采收 采收以后 没有人买 就是怎么样 进垃圾桶 那也浪费 对 大量大量的花 就是被进垃圾桶 所以那时候 花农他们也降价 然后让我们用 很好的价格 去跟他们去 采购这些花 那再进入到 大众的手中 我觉得那是一个 很好的契机 就是大家开始 接触鲜花了 觉得这样也蛮好 而且其实就是 这些花也不会 真的被浪费掉 就有点可惜 那它又有别的机会 能够在别人的生活里 展现 展放 对 但现在又开始很惨了 真的吗 为什么 大家都出国玩了 没有人在家 真的吗 我们这个暑假 大概有20%的用户 说不好意思 那个10月以后再出 9月以后再出 真的假的 因为大家都出国了 你不在家 就不在家 对 常常不在家 所以生活用花 在这一块 我觉得最近 又开始变少的趋势 持久度比较高的花会 你会选哪一些 其实基本上 在台湾 非常能够 最耐放的花 是百合花 可百合花 其实大家都会有一种 拜拜花的意象 对不对 就是觉得说那一对 你觉得还好 但是因为你够不同 你够时髦 对 别这样说 我都尴尬好了 没有 我必须要说 其实我们 我也是这样 坦白说 有一个国外的部落客 我非常喜欢 它的居家环境空间里面 桌闪 就这样子桌闪 然后就放了一个 百合花的一个 一个桌花 对 然后那时候 大概是我四五年前吧 就是刚职业 对花还有迷思 就可以狂买进口花 然后对于台湾的花卉 比较没有那么 琢磨 琢磨 对 没有那么常使用的状况 那我一看 哇塞 为什么百合在它家 那么时髦 而且百合是台湾 很好拥有的一个 非常常见的花卉 又便宜 对啊 所以自那一天开始 我就彻底的被 影响了百合 还有一个小技巧就是 其实台湾蛮多 树木 是很当令的 比如说像是最近 最常用的就是 琛瓏 说像是草 琛瓏 一些花花草草 搭配的花束 这样子的 对 然后比如说像前一阵子 春末 春末夏初的时候 日本吊钟 非常的盛行 那你知道那个吊钟花 它虽然买一只 你可能有时候要个八百 或者是 它很漂亮 可是它很大 对啊 就是它的那个 丰盛度和那个 样貌是很漂亮 对你只要简单的去买一个花瓶 然后投进去 那个吊钟大概可以放 一个半月左右 那CP值很高 CP值很高 对所以其实有一些 比较树木木本类的 其实我觉得在居家空间 也是蛮简单好入手 那其实最耐放的话 在台湾是火鹤 对火鹤的话 你只要养护得已 为什么你那个火鹤 它不长这样吗 然后中间有一根 这个碎状的这个花柱 其实它后面是它的包片 它的花是长在这个碎状的花柱上的 那它的花非常非常的小 有时候根本不太开 所以其实它的包片 是蜡直的那种感觉 所以它非常耐放 是因为它根本不是花 它的观赏部位是它的包片 所以它不会有像是凋谢的问题 对 所以它其实在居家空间里面 可以放到大概 两个礼拜左右 但是还是要换水啦 可是很多人也是因为 Loyvet 对啊 因为系列火鹤才觉得火鹤时髦的啊 火鹤最近前一阵子 在时尚圈也被很广泛的运用 然后大家开始就对于火鹤 非常的有一些狂热 对 那有哪几种的花和花语 是可以分享给大家的 我先跟大家讲一个 最简单的玫瑰好了 玫瑰其实它的花语就是爱 可是就是表达的爱 玫瑰会不会有不同的 yes 像是白色就是纯洁的纯纯的爱 如果我初认识你 我想要接近你 我可以给你一束白色的这个玫瑰 给红玫瑰就too much这样子 红玫瑰就代表我已经热情如火 火到不行了这样子 所以会有不同程度上的一些 不同程度 那可能像是粉玫瑰就是 比较羞涩一点点的情感 可能我很喜欢你 但我害羞于表达 对 那可能像是黄玫瑰就要特别小心 因为黄玫瑰有在分手的时候给你的 still给你祝福的这样子的行业 如果有点想分手的人或许可以 我觉得先不要送直男这种东西他不会看懂 好的 还是直接了当的跟他们说 对要分手就直接讲好不好 太多赛了 他们看不懂 我还送我玫瑰 是不是这一心情很好 太爱我这样 对 所以其实颜色上也有非常多的 那比如说像是 其实玫瑰它也不仅仅是颜色上 各位广大的男性朋友 你们知道玫瑰有催情的作用吗 你说这个花本身 还是什么香味 还是是 是 什么状态会让 应该是说 先讲一个好了 就是人类其实身体是留着 亲自然的理论的 亲自然理论的协议的 就是因为其实在远古 远古远古的时期 我们看到树木就代表 我们有地方可以避应 有果实可以吃 就是它会有一个 对 安全感 对 所以为了生存 那比如说它就会自然的亲自然 比如说像现在我们去到户外 我们可能待在录音室啊 待在办公室啊 待很久了 一出去看到就是山啊 你就会觉得哇好漂亮啊 有一种放松的感觉 对 或为什么大家要去公园吃便当 那感觉为什么不在办公桌吃 其实也是因为 其实大家都是爱好大自然的 这个是我们身体里面 本身就留着血液 所以其实收到花 你会不自觉的笑出来 你可能没有 会有 就是会有一个开心的 对 你可能没有发觉 但是其实你是 你是不自觉的微笑的 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啦 有这样的理论在 大家下次收到花可以 试一下 观察一下自己的反应 对对 那玫瑰为什么又会 特别说 这就是第二个去提到的 其实是玫瑰它的香气 在研究里面 它是可以增加人跟人的性 亲密感 我刚刚讲了一个比较 应该没关系吧 大家成年了吧 对 或者说一些消音 之类的 就是它会 它闻到玫瑰的香气 就会让人家产生 就是放松的情感 它是玫瑰 因为其实精油这件事情 在台湾是比较不能够被提的 可能有一些法规啊 微服部啊 有一些规定 但其实闻到玫瑰的精油 会让你整个人是感觉到非常的放松 所以其实有一些女生 她们精痛的时候 可能就会选择 有玫瑰精油的东西 去做舒缓 对那 闻到以后 它就会自然的心情放松 心情放松 整个人的心情 就会开心一点点 对那在费洛蒙上面 它会也有一些些的 可是其他的花味 花香 不是说花香 没有这样子的 应该是说大部分都有 原因是什么 你要知道花朵 其实就是花植物的性器官 也是 它开的那么漂亮 为什么 为了要照风影蝶 对 为了要吸引虫类 去帮他们受粉 对 然后或者是吸引人 把它买回家 这是花朵的阴谋啊 你买回家 它掉了一个粉到地上 后来它可能就播种 会不会世界灭绝 人类灭绝 然后花就是统治世界 很散放的 我不知道 真的是脑洞大开的一个想法 对 所以其实大部分的话 它散发出来的味道 就是要去吸引昆虫的 所以有花蜜啊 香气啊 这些东西都是让人家 在交配这方面 会有一定的喜悦跟愿意进行 就是会能够刺激大脑 一些喜悦的感觉 感觉 你喜一喜悦了 你可能就可以 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做什么啦 但是我觉得其实在 法国或欧洲人来讲 这个东西都蛮日常 你看很多的设计 时装设计师 他们其实从那么早以前 他们就把花当成一个 他们的设计的元素 你看像大家 想到香奈儿 就会想到 他很喜欢的山茶花嘛 那因为他喜欢山茶花 是因为他当时 最心爱的那个男人 就是卡培男孩 他送了他第一束花 就是山茶花 那或像是LV的那个logo 那个老花logo里面 也有花的元素在 或是说他有一个 超时尚圈的超级大花痴 就是迪奥先生 因为他从小就在 花园里 对就是妈妈种植的 这个花园里长大 所以他小时候就很喜欢花 然后他最喜欢的那个花 是菱兰花 对就是你可以看到 其实在很多迪奥的家世里面啊 就是都会有这个 菱兰花的元素 然后他以前甚至是爱到 就是你知道他有个小秘密吗 就是他在那时候办秀的时候 因为他很喜欢菱兰花 然后也把菱兰花 当成他的一个幸运物 所以他就是会在 就是模特 他可能会找一个模特 然后在他的裙子那一层 就是藏着一个菱兰花 很可爱吧 就是藏着一树小小的 或者是说那个叶子等等 就是他会有一个 这样象征性的意义在 然后让他可以就是 象征他的一个幸运 然后也象征一个就是 幸福啊 或是快乐的感觉等等 所以其实花这件事情 就是不是只有说 真的是他的这个样子 其实也蛮多人 会把它运用在生活上面的 对 然后像巴黎人 其实刚刚说到的 他们就是当下 他们的峰值体验就在于 我拥有花的这个当下 可是台湾人就会想 啊 要照顾他呢 啊 死掉怎么办 啊能放几天 这样的 啊换水吗 啊才包装吗 啊好麻烦 就其实有时候可能 不用想的这么多 对 你就拥有他那个当下 他能够改变你的心情 那这个东西就足够一切了 我觉得 其实就蛮 就是你当下是会很快乐的 或者说你看着他 变化 你每天也会有不同的样子 花开花谢 对啊 其实也蛮有趣 就是生命啊 对啊 其实我觉得常常 呃 比如说好 面对着花凋谢这件事情好了 其实他就是一个生命的轮体啊 就是这样的感觉 其实也让我们会觉得说 哎 我们是不是在 更要去珍惜 事情的当下 或者是发生的那瞬间的 这些美好的感受 我们把它放进我们的小脑袋里面 这样子 嗯嗯 这也很法国 我们回到法国 法国的部分 花语和法国 就是对你来说啊 就是刚聊了这么多嘛 然后你自己也去过法国 其实还去那边学了花 那你自己个人认为 最能代表法式风情 或是法国的花的样子 会是怎么样 我自己觉得 其实包含在他们的 刚刚提到的 杜勒利公园啊 对 然后卢森堡公园 其实他们都种了非常多的 薔薇啊 玫瑰啊 像这样在这个花卉 是在他们那边 非常大量的存在的 那或者是像是 樱树花啊 然后鸢尾花 在他们那边的公园 也非常非常的常见 所以每次看到这几种花卉 我就会忍不住的想到 巴黎的那一段 这样子的一个时光在 那不过因为 真的大家也没办法说 就是像是有任意们 天天就往巴黎走 或是天天飞巴黎 不过如果说要在 一般我们自己日常的周末 想要有这样子 法国的这种 一个法式的松弛感 或者说能够有这样子 带花的意象啊 的各种的 让你的生活的氛围 又更好一点的方式 你会有什么样的周末 就是度过周末的建议吗 我觉得像我自己有孩子 而且像法国人 他们也是非常在乎家庭的 那像我住在法国的朋友 他们其实在周末的时候 就会让 比如说像公公婆婆啊 姨姨奶奶啊 大家一起来家里吃饭啊 然后就去爬山啊 然后去出去 郊外走一走啊 去赏赏花啊 看看植物啊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在台湾 我们其实也可以 多多的去走进户外 因为其实在台湾的一些 比如说像是 离我们最近应该是 象山啊 阳明山啊 其实台湾也有很多的 植批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也很适合大家可以 就是在周末的时候 去走一走 跟家人们多一些 在户外的相处 这个是自己部分 另外一部分呢 我就觉得 可能像是我自己 我自己在我的老家的 那个居家阳台 我就稍微的 小小的改造一下 什么改造法 就是我在那个阳台的话呢 我就去买了那种 木制的 木制跟铁键做的 那种桌椅 就有点像是 我们在法国 可能饭店 它的那个露台 会有的那个桌椅感 然后就是买了一组 然后放在那边 然后可能铺个草地啊 然后旁边种个几个 几葱花啊 然后周末的时候 有空回老家 看家人的时候 就去阳台 然后晒太阳啊 看书啊 喝咖啡啊 那当然可能我也会 带树花回家给妈妈 就顺便插在 那个阳台那边这样子 说到阳台 我觉得阳台 也是一个非常很法 就是很法式的 一个氛围 因为真的就是只有 法国的建筑 每一家都真的有 一个阳台的空间 它可能不一定很大 但是一定 塞得下一个桌子 一个椅子 让人可以坐在那边 然后看看窗外 这也是一个 看看奥运的竞场 大家都躲 大家都站在那里 或是有的时候 因为有些时装 就会搬在户外嘛 然后他们真的 大家都会走出阳台 然后这样子往下 再看 就很像是 就是在看一个活动 一起参与的这种感觉 那平常的时候 在阳台边晒太阳 所以我觉得自己去帮自己的环境 去做一些绿化 我觉得其实是 也是一个蛮重要 能够让你的居家生活 更开心 更快乐 更放松的一个途径 对 就是在应该说 在一个有限的空间 和环境里面 然后可以利用一些 小的设计 或是一些装置 来让它变得不太一样 或是指摘 然后好像其实 除了花本身之外 花瓶 或是装花的器皿 也蛮重要的 因为有时候 就算你可能 这段时间 没有什么花卉 但是你放一个 漂亮的花瓶在那里 其实也蛮有 让生活空间 能够提升的效果 我这边不是 可以分享吗 哪件事哪件事 买花瓶的故事吗 我这边花了六千块 买花瓶 然后我上了热卡费 是我人生历史 新低才两万 然后八月 我拿到薪水 我就是花了 六千块花瓶 对 为什么会让你 就是下了 就是心动到 买了这个花瓶 这太喜欢啦 因为你就会觉得说 每一个花 它有每一种植物 有每一种植物的个性 那你就会想着 这个东西 它的个性 如果放到这个花瓶里面 它又能够展现出 完全不一样的样子 所以很多女生 可能买配件啊 买包包啊 然后我就想着买花瓶 因为我觉得我的植物 可以有各种不一样的 形态 状态 跟搭配 可能跟那天 我想要讲的故事 或我想传递出来的氛围 我就需要那个酷东西 其实花瓶就可以把它想像 就是花的一个 配件 对不对 就是它可能 就像我们会买很多 不同的配件来做 我自己的搭配一样 花也有它适合的样子 那你本人有在巴黎 采买过花瓶吗 当然 那请问要怎么带回来 好第一件事情呢 还是请大家考虑手提啦 对 我们还是会有登机 可以手提的 或者是登机箱 你可以比较自己能够照顾的 那拖运的话 真的就比较要小心一点点 但真的是跟大家推荐 就是你在买花瓶的时候 因为它中间一定是空的 空心的 所以你就是把你的脏衣服 塞进去就对了 因为它敲破的那一瞬间 如果它的那个里面 是有柔软的衣服去递住的 那就是它能够去防止它的那个破裂 对 发生的那么快这样 那可能外面的话也是啊 我现在不是穿着长袜吗 对 我长袜我在那边拉到最紧绷 然后已经可能外面有点松了 或是底部脏了 我不要了 我就拿来套花瓶 你说直接让它套起来 多套几层这样子 好像是一个很不错的方式 对啊 或冬天的话就围巾 围巾不是这样长长的吗 对不对 这一头塞里面 然后拉出来一点绕外面 好像 你把打包打人 打包打人啊 但有一次我打开 我就忘了我里面那个东西 是缠着一个花瓶的 那我就把围巾这样拉出来 然后花瓶就整个碎掉吗 我都傻眼的 亏你包的这么好 过了那么久 亏它在那个货机舱那待的那么好 对 我还自己忘记 把围巾这样拉起来 对 但是这些打包的小技巧啦 大家可以用一些回来要洗的衣服 或者是一些围巾把它藏起来 羽绒服也是一个很好 藏花瓶的方式 方式 就拉链打开 放好拉链拉起来 像我那时候去巴黎的时候 因为他们有一个那个 VA的那个瓷器 白瓷 虽然台湾也买得到 但是就是单价比较高一点点 然后这样应该国外选择再多一点 对对对 国外选择多很多 我那时候就买了四个回来 你也知道那个蛮大的 对啊 有这样子的 也有这样子的 然后全部都靠着袜子 围巾 对 各种的衣服 当然那个贵哥很细心 他有帮我就是用纸再包起来 可是你也知道 我在法国能不插花吗 我觉得又把它打开 然后又去花店买花 然后我上完课的花 我就自己在那边插 然后回头以后 我再自己再把那些纸弄上去以后 我就也是在外面再掏袜子 再掏衣服 这样 所以你等于是现买 现用 然后现用再回去 自己包装完 对 再带回来用 对啊 真的是爱透了 不经期用很棒 太爱了 没办法不买 毕竟才花了六千块 我人去泰国 是买要疯掉 泰国 跟朋友他们去泰国 他们在买包包 然后我再买花片 那如果对于像是 花朵小白好了 刚想来学花艺 或者是说 他刚才想要 就是对于花有兴趣 想让他进入生活更多的层面 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或是他该从什么样的 准备开始 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先去台北花市逛一下 台北内湖的花市是批发市场之外 它也是观光市场 所以我们的进花途径 跟你们的逛花 逛观光花市的途径 一模一样 完全一模一样 我们的接触的摊商 跟你们接触的摊商 就是那壶花市的那几个摊商 明白 对 只是我可能前一天就知道 它有什么东西 我先book掉了 懂 可能也许 也许有一些比较特殊的花材 就是你有一些特殊需求的部分 对对对对 你可以先去做request 对 然后可能可以透过他们 跟国外的农场 去订一些花卉 但是就是窗口 都是同样的这些人 对 所以其实对台湾来说 比较辛苦一点 从业人员辛苦也是 你买一百花 你买一把花六百 我也是六百 我顶多是最后 15万08千23的时候 扣掉23 然后我还要加5%的税 你不用 对所以这其实对我们来说 也是比较 在从业人员比较伤的一点点 但是这是题外话 就主要还是鼓励大家 真的都可以进到那壶市场 去逛逛 对 因为其实那边的花卉啊 包含现在进口的花卉花 它也非常的多元 不管是国产的进口的 就是每一个摊商 你仔细去看 它们都有它们专场的地方 像里面有一摊 它就是专门会 能够拿到就是天堂鸟啊 垂胶啊 那种比较高山 它擅长 对它擅长去 去采集到的一些花卉 那有人就是特别的 比如说阳明山的 绣球的花农 特别的把它的花给到某一个摊上 所以它的绣球花 在绣球花季的时候 就特别特别的多 对那 比如说每个人都每个人的熟悉的部分 像有一些可能是进口花 它进口的比较多的是荷兰花卉 对那它的荷兰花卉就特别的 特别的兴盛在那边 那我觉得先去晃一晃 大概知道有什么样的花 然后了解一下 回到家 你刚刚可以买一两把试试看 但我觉得其实 有一个话我蛮推荐大家的 就是非洲菊 太阳菊 因为它很 这样一球一球的 很可爱 对 然后非洲菊太阳菊 在过往比较多是进口的 可能一把 你们买起来要三四百块 四五百块 对 那但是台湾的花农 其实最近越来越厉害了 他们在种非洲菊上 今年多了 非常多不同的品种 然后买一把十支 一百五两百块 蛮轻松的 对 所以其实你到花市去逛一下 那如果说你真的选 它十支还是太多 对 那我的花店浪花花艺 就是我们的那个官方网站 也有就是所谓的线上花市 对 但是线上花市 你就可以单支单支的去购买 你想要的话 你就可以回家自己去 做一些投评啊 跟玩玩看了解它这样子 那如果是想要知道一些 比较怎么样去照护花的 相关的知识的话 对 我自己是在社群媒体上面 都会定期的去分享 然后录制一些花束啊 花卉怎么照顾的影片给大家 那就谢谢爱玲今天的分享 谢谢阿发 也谢谢L的听众 对 然后因为其实L Weekend 它不只是一个在线上 我们会用Podcast的方式 跟大家分享周末的生活体验 其实它也会有一个实体的活动 即将在十月中下旬的时候发生 那到时候应该就会有像是音乐啊 然后也会有一些生活的市集 或是花艺等的元素加入 所以就是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想要知道更多资讯的话 可以就是各种的订阅 各种的追踪 各种的留言 各种的按赞咯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